聽到這首歌就是多豪 賴婷豪原創 Super SuperLive 大家有沒有上google查詢呢 馬上要查現在還有blog可以上 對沒錯而且它裡面的曲目都列得非常清楚 Street Voice也聽得到 明音樂人小樹 明音樂人小光 金鐘得主為真 大力背書 我想到你到底要接什麼咧 不然咧 你好久沒有跟大家分享你金鐘的喜樂了 金鐘都是幾年前 好吧 要持續那麼久也算 欣賞單純的美好 像剛剛歌裡面的意思 那你的講座現在放在 有兩座就丟在公司 這樣很過分 因為獎金比較重要 已經花完了吧 早就花完了 沒有留他到明天的 好那我們現在現場 除了小光之外還有維珍 還有我們的音樂大師 來電大台柱賴婷豪對不對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是體育老師 James 非常重要 其實我想很多人想要保持體態 我蠻想問一個 男生跟女生在 脂肪量不一樣啊 練健身是不是還有減肥也有差別 是這個部分的話 我其實比較會建議女生 我很認真我想問的 沒有聽得出來 所以我很安靜啊 那你不要有不思的聲音 我剛剛有出來嗎 我有轉頭耶 好 James來 好 James來勒 OK那那個 其實女生的部分 其實我會建議 最主要是脂肪量的降低 因為女生在身體構造上面 累積脂肪的比例 會比男生要來得高 所以女生其實不用花太多的時間做 健身 重量訓練 對重量訓練 女生反而是在那個 脂肪的減量上面 可能要多花點時間 少吃一點嗎 少吃一點一定是第一個必要的條件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你們 在有氧的運動上面要多做一點 比如說像 也許男生走 一個小時的 一個有氧運動的話 女生可能就要做到一個半小時 盡量避免負重的運動 因為這樣子 女生的脂肪才不會轉化成肌肉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女生在這部分要特別注意 就是要更有耐心對不對 女生本來應該就很有耐心 但是就是說 很多女生會 為了讓鬆垮的肉 想要讓他變得比較 你這樣形容很多 女性的聽眾很生氣 對不起對不起 而且你這樣看著維真講 人家維真明明就是這麼完美的體態 他只是為聽眾問而已 對對 真的是為聽眾問 就是說 不要再看我 如果想要擁有比較 比如說那個 屁股翹一點啊 緊實一點啊 推緊實一點 那我相信說 你先瘦下來了之後 先瘦下來了之後 再開始做一些 比較負重的運動 會比較有幫助 那如果說你的肉上面 可能脂肪比例稍多 如果做這些負重 其實就會變比較大隻一點點 所以就是要有耐心的做優雅 要有比較有耐心的做優雅 那什麼樣是正常的飲食 正常的飲食 其實我 因為我在相信現在大家其實飲食上 大家都是蠻隨心手癒的吃 然後也時間上也比較不固定 其實我倒是建議說 在餓的 餓的時候之前就要先吃了 因為在餓的時候 我們通常狼吞骨煙 或者是說時間上會比較趕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 假設我們是12點 要開始吃飯 進食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提早到半個小時 11點半 你就開始準備要 有那個心情 情緒就是要開始進食 午餐的 就把工作丟下來 不管怎樣 就先吃就對了 就是 我會覺得說 就是在你有感覺 飢餓感之前就要先吃 你在飢餓感之前先吃 煮杯隨時都有飢餓感 那可能就真的要多喝水 其實 所以三餐這樣子嗎 然後就是提前稍微 不要餓的時候再吃 對對對 然後吃的清淡一點 對 然後要有恆心的運動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恆心的運動應該是最重要的 對啊 因為飲食真的是 現在台灣太多好吃的美食 實在是很難抗拒吧 你自己抗拒得了嗎 很難 所以我就多做啊 多做運動啊 也許一天 原本一個禮拜是三天 我就會把它拉到五天 所以如果我一天 一個禮拜做五天運動 我可以大吃大喝嗎 當然你大吃大 你我 應該是這麼說 你大吃大喝很難保持有一定的體態 就是說你的體重可能就是隨時不要高隨時降低 隨著你的運動跟飲食 所以如果你是有大吃大喝習慣的人 你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大吃大喝一定要先改變了 對啊 比如說 我是覺得從小地方開始啊 有大吃大喝習慣就好 第一個就先不要吃零食嘛 這個我自己就做不到了 然後不要喝飲料啊 不要喝有含糖飲料 欸這個廠商會 再度廠商會不開心嗎 我們sponsor都很大 sponsor找吳唐 吳唐那很好 對對對那這樣子就可以 所以聽眾朋友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也可以到來電20的部落格 Facebook上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再幫你把James抓來 對 這樣文件也會很開心喔 因為我投債務主找James就對了 好那今天就先聊到這 謝謝Super 謝謝 謝謝James 謝謝 Bye 對 möchten 有些人 放心 小心 抱這個 您